有陸群團體跟立委就有提議說 要刪除這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 就他們俗稱是進行機車的母法啦 你們部長怎麼看刪除這個想法 我們覺得要看道路的狀況 所以目前我們在當委員會裡面 也是認為說很多地方應該應地質疑 對於機車的關係應該應地質疑 那麼愛應地質疑的話 那中央根本就不該制定任何法律才對 到了南部就不要騎機車 要改騎山豬才能上路 我們還是覺得說這條還是留著 我們是希望說 透過一些這個彈性的處理 然後找到一個對於機車安全 最有效的一個方向 這叫做為了機車的安全著想 你阿嬤怎麼沒有怕你冷 把你包成木乃伊啊 前幾天交通部的道安記者會上 可以看到今年1到9月的事故統計 非常的亮眼 俗話說紅的喜氣 不管是總建數 死亡人數 還是受傷人數 全部都比去年還要提升 疫情相關的一個防治的作為 我們希望能夠在今年年底 還是可以達到比去年下降的一個目標 要達到比去年下降的目標 太陽明天從西邊升起可能還比較簡單 從趨勢圖就可以看得出來 今年的表現幾乎都比去年差 而且同樣過了年終之後 有緩步上升的趨勢 奇怪了 部長不是一直說區間測速成效良好 怎麼反而架得越多 事故也越來越多咧 難怪這次的道安記者會絕口不提區間測速 那我們來看雞老酒 區間測速這個萬靈單用不了 難怪一開場就要把責任推卸到雞老酒 把這三種不同屬性的東西放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非常奇怪 喝了酒會影響判斷力 所以可能會造成他人危害 這個我們都知道 但是機車跟老人呢 我們再把以前影片講過的資料叫出來 根據台北市警察局的統計 機車發生的事故裡面 有高達1萬件是小客車要付比較大的罩折 但相對的只有5200件是機車的問題比較大 也就是說道安記者會把一個行駛在路上 通常是被害的一方 拿出來跟加害者放在一起檢討 這到底是什麼用意 表達騎機車就跟酒駕一樣危險嗎 這樣子還不夠喔 接下來的簡報裡面 還把機車事故的年齡層都列了出來 結果最重要的事故原因咧 完全沒有寫 到底車禍是因為闖紅燈、逆向 還是沒保持車距 轉彎的時候沒有讓執行車先走 只有很籠統的寫是字狀、側狀還是入口狀 甚至把不同年齡層之間的交叉分析表都做了出來 如果你在學校做報告 把分析結果洋洋沙沙裂了一大堆出來 結果什麼研究變因都沒有交代 老師看到報告沒有罵人的話 大概也是他覺得你沒救了 沒想到道安記者會開了一年多 每次拿出來的都還是這種不知所云的表格 好不容易這次終於有記者在現場提問 請問一下我們剛這些簡報的這些機車事故的 第一當事人造勢原因是為何 如果沒有第一當事人造勢原因 那請教一下 針對機車這種是否適合 現行證車是否有達到對證就消耀 第一當事人 主要的噪音 今天我們主要的有兩個 一個是為一會注意車前情況 還是為一規定讓車 而這個是主要的一個違規太陽 那也是希望說透過這樣的噪音分析以後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教育的宣導 或者是說我們的駕訓 讓民眾更清楚 有哪些違規行為是既有風險性的 希望能夠降低這樣的風險 既然連你到案會直密都承認發生車禍的最主要原因 是沒有注意路況 跟沒有依照規定讓車了 那請問叫一堆警察去埋伏取締兩段式左轉是要幹嘛啊? 如果機車騎在最內側車道依照燈號指示直接左轉 請問危險在哪裡嗎? 真正危險的行為不是從外側車道鬼切左轉嗎? 那怎麼不去取締這種真正危險的行為 要逼所有機車一起去兩段式左轉 還是說今天換成大貨車從外車車道左轉就好安全 所以大貨車才不用軟斷式左轉嗎? 當然內側車道的進行機車就更莫名其妙了嘛 跟直密自己講的沒注意路況 跟沒有依照規定讓車的關係又在哪了? 看看這荒唐的照片 只要有微停再加上公車靠站的話 即使內側車道是空的 進行機車那四個字畫在那邊 機車上去就是違規 有陸權團體跟立委就有提議說 要刪除這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 就是他們俗稱是進行機車的母法啦 那他們認為說這種母法是會增加機車的造勢 以及就是安全事故紀律 那行務部長怎麼看刪除這個想法? 過去對於這些機車的這些規定 我們覺得要看道路的狀況嘛 所以目前我們在大洋委員會裡面 也是認為說很多地方應該應地質疑 對於機車的關係應該應地質疑 台灣不過也才36000平方公里 比美國的一堆州還要來的小 還要應地質疑 要不要乾脆宣佈改成聯邦國家算了 就是這種動不動就要應地質疑的政策 才會一堆地方出現荒謬的交通規劃 王國財部長以前任職高雄市交通局長 高雄市的馬路長得是什麼樣子? 分隔島左邊的車道畫右轉箭頭 然後跟分隔島右邊的車道一起亮綠燈 那如果有車子從左邊右轉出去的話 不就會撞到右邊要直走的機車? 撞到了再來說10次車或9次機車騎士受傷害嗎? 不要說我在抹黑喔 因為街景圖的年份就是王國財部長 還在當高雄市交通局長的2009年 另外還有這種路上放三排分隔島 中間車道可以左轉但是沒有左轉耗置 要左轉還要被一堆樹擋住視線 根本就是把馬路當遊樂場的碰碰車 還有這種把公車站牌放在分隔島上 結果完全沒有斑馬線可以到路邊的 這是要乘客用飛的去搭公車嗎? 還是以為跟City Skyline一樣 乘客下車之後可以從口袋裡面變出一台自小客車自己開走 因地質疑講得很好聽 結果就是地方政府搞到亂五張法馬 看看這是什麼鬼緣環 全部車道進行機車寫好寫滿 機車要直走還要繞外面繞一圈 不就還好高雄市交通局最近終於改掉了 不然就是這種一線道的馬路畫進行機車 根本就是叫機車自己去跟圍庭搏鬥 這叫做為了機車的安全著想 你阿嬤怎麼沒有怕你忍把你包成木乃伊啊 至於那條五線車道進行機車寫好寫滿的中小溪路 搞了40年終於要開 結果看起來還是超級沒誠意的 反正在部隊裡面都說代退的最大 看看接下來的新市長有沒有要有什麼作為還是比較實際 俗稱是進行機車的母法啦 請問部長怎麼刪除這個想法 那目前我們還是覺得說這條還是留著 我們是希望說透過一些這個彈性的處理 然後找到一個對於機車安全最有效的一個方向 為什麼說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9條 也就是進行機車條款一定要拿掉 一堆地方政府都拿這條當神主牌 說中央規定機車只能走最外側兩車道 所以第三車道的進行機車不能圖銷 結果中央的交通部還在那邊說因地質疑 說地方政府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把第三車道的進行機車圖銷掉 又把責任丟回去給地方 這球這麼會踢 現在世界盃足球賽開打 怎麼中華民國政府官員沒有組隊去參加啊 台南是中華東路更病態 把一個車道寬分割成兩線的機慢車優先道之後 其他車道全部化進行機車 好不容易永康的林毅寅議員 把中間車道的進行機車圖銷掉 結果他這屆連任失敗 以後機慢車優先道再被圍艇擋住 壓到進行機車的話 台南市民就自己乖乖去繳罰單吧 最後還是要講 那麼愛因地質疑的話 那中央根本就不該制定任何法律才對 全部都授權給地方去玩就好 比方說到了南部就不要騎機車 要改騎山豬才能上路 全台灣所有駕駛人考的駕照 都是你中央的公路總局核發的 結果交通規則常常是 縣市邊界的兩邊長得不一樣 光一條淡水河的兩岸 駕駛人每天往返就要像精神分裂一樣 台灣為什麼交通事故多? 這種無為而至的規劃 事故能不多嗎? 有些人說到最小的駕駛 偶然是一種方式的駕駛 的一種駕駛 一種駕駛